今天来玩超能力选择 当然是选择看起来最厉害的无敌了 可恶 被温柔抢先了一步 只能选比无敌刺一点的药金了 通过战神跑酷获得钥匙 不是吧 还需要通过跑酷才能选这个 受死吧 强光 等一下 都会有超能力再来决斗 好 那我就让你多活一会儿 这个黑魔法 听起来一定是很厉害的超能力 这绝对是你了 嘿嘿 是魔法权杖 让温柔尝尝黑魔法的厉害 哈哈 就打了我五滴血 强光 你不会战斗力也是五吧 去我一击普攻 不是吧 普攻都这么厉害 再怎么玩啊 忍输吧强光 你不是我的对手 哼 你别得意 我可以去拿跑酷开关 等我拿到了 你就完蛋了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这里所有的超能力 都只能是我的 你这个跑酷菜鸟 怎么可能赢得了 我这个跑酷大神 前面跑酷 相隔有点远 慢点跳 后面的陷阱跑酷 可以从两个方块之间走过去 最后面的跑酷 相差比较近 掌握好方向 就能轻松跳过去 怎么是突刺长枪 钥匙呢 再找找看吧 老手跑酷 对我这个跑酷大神来说 毫无难度 前面的堆叠跳 还算比较简单 后面的二段跳 只需要连跳两下 就能上去 不过要掌握好距离 而且第一跳 要提前 后面这个距离 有点远 站远一点 冲刺过去 我上来了 怎么是能量剑和雷电法杖 还不如突刺长枪呢 再去下一个跑酷看看 哈哈 三段跳上不去了吧 你还说呢 你是跑酷大神 吹牛大神也差不多 我只是没找到感觉而已 你别得意 等我跳上去拿到开关 你就完蛋了 我上来了 你怎么还在下面 都说了你是跑酷菜鸟 等你跳上来 等着明年了 别得意 我一定会跳上去的 别小看我啊 哈哈 你慢慢跳吧 我马上就上去了 你 你给我等着 哦 终于上来了 让我看看里面有什么 居然不是钥匙 喷射勾爪 也不错 可以直接飞到最后一个跑酷上面 最后一个是四段跳 那么钥匙肯定就在上面了 嘿嘿 真的赞 沃射现在轮到你挨打了 哎 哎 强哥 我知道错了 能不能别打我 不行 你刚刚怎么欺负我的 我就要怎么欺负你 那你就狗带吧 啊 啊 可恶 居然从我在开门时候偷袭我 实在是太坏了 完了 神机肯定没了 把手举起来 投降 大大夫 凝死不去 那就再狗带吧 沃射 我知道错了 能不能不要欺负 那可不行 除非 你从这里跳下去 我就不欺负你了 你别气人太甚 哦 别别别 我就开个玩笑 那 你从这里跳下去 我就不欺负你了 这还不算欺负吗 下去吧你 哎 这下面好像有隐藏房间 过去看看 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么神病 这有隐藏的超能力 原来还有隐藏的超能力 嘿嘿嘿 温柔 你完了 我直接上去报仇 嗯 你怎么从下面爬出来了 是不是还想挨打 对 不过挨打的是你 啊 强谷又欺负我 强谷 强谷 我错了 你放过我吧 我是想放过你 但是每次都是你欺负我 都是轮到我了 强谷 我真是知道错了 就原谅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 好吧 这次就放过你 你可要说话笑话 以后不能再欺负我了 奇怪 强谷是怎么获得隐藏超能力的 啊 啊 好 好 好